来讲讲昨天的政策就是人民银行 昨天早上下调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长短年期是不对称的 和大家简单报一报数 五年期以上品种是减0.15厘 最新报4.3厘 一年期只是减0.05厘 最新报3.65厘 五年期的减幅是较市场预期为大 内地媒体报道 昨天银行减了LPR之后 其实上海银行已经即时跟进去减减按揭的息率 新发放的按揭贷款利率即日起 就参照新的LPR进行定价 譬如是首套房的 就是减0.15厘去到4.65厘 第二套房也是减0.15厘 最新的贷款利率就是5.35厘 市场的焦点 我看了几大暴障 今次也是救楼市或者支持楼市的政策 你觉得今次对楼市的拯救作用足够呢? 昨天内房其实就在那边做好的 你觉得这个反大势头能否持续呢? 我想效用方面都是留待观察的 即是无论是央行的减息方面的政策 或者是现在人行相应的安排的时候 都不是一时三刻就立刻会在市场发挥作用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都是留意会不会内房 将来有一些债务违约的风险消息出现 如果相对上比较少这类型的消息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内房来说 靠稳的机会都会比较大一点 特别是星期五收了市 到昨天开市的时候 就有七个内房股一起去发刑警 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昨天对于内房股来说 都是有一个升的状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未来一两个星期可能整体的气氛上 都在偏向上是理好的 那个潜在升幅都预计有机会去到一成到一成半 但你说要见到那个升势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持续的时候 我相信都需要有一些后续的措施来到出台的时候 才可以帮忙的 今早就看到新闻说人民银行长易光 对于银行提出一个指导 就是大型的各有银行需要保持稳定贷款增长 就是确保楼市方面有一个稳定的状况 所以这个指引应应该倾向上来说 在融资方面就会比较上是畅顺一点 只不过就对应一些外债来说 就跟一些债权人的商徒 到底是不是一个很畅顺的发展的时候 这个都要拭目以待